行政院会上个星期通过八年8820亿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院长林全还亲自召开记者会说明 不过看在环保团体眼中 前瞻计划缺乏可行性评估 贸然开发恐怕将造成生态浩劫 十多个环保团体29号群聚行政院 要求林全内阁先召开公厅会 删除不当的规划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理事无力会说 用在水之前的这个部分是2507.73亿 是太可怕了嘛 用一个存在信用的基础建设就可以骗人吗 我看得真的心很疼痛 这边在哪里 这块建物林全这有这样子编 这样 就不得可以说用鸟鸟来形容嘛 这个是举在有子孙 不是说现在现场有钱 不这样再留子孙可以吗 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学术委员张丰年指出 前瞻计划中的水资源建设 包括大安大甲水源联合运用工程 增文南化联通管道 天花湖水库 都是环保团体多年来反对的开发案 竟然都列入计划中 他批评政府的施政偏重水泥工程 缺乏生态性流水资源的构想 可说是为工程而工程 环团要求行政院先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学者 检讨开发项目 没有通过环评的就不能列入特别预算中 其实我也许太宝道 我许太宝道 我许太宝道 我许太宝道